三期实验的高端新冠疫苗 政府就买了五百万剂 还让高端股价暴涨大赚一笔 但今年一二月营收挂零 三月却宣布与韩国合作 拿到四价流感疫苗药证 要抢国内数亿公费流感疫苗市场 蓝军质疑为福部大开后门放水高端 韩国并不属于我们所认可的 十大医药先进国家 你高端四价疫苗做完三期了吗 赛诺菲台湾东洋公司所进口的 都是原装进口 而且都是十大医药先进国家 但是你高端不是 专家说高端流感疫苗不是采原装进口 而是从韩国取原液 再到台湾充田分装低价竞争 一个流感疫苗大概是200块以下 你这个疫苗能够因此而省掉了66块 你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那就是非同小可 原液的话成本就低了很多 那我们国家的疫苗厂 它还要做吗 它不要做了 大家来比低价 国人用到的很差的疫苗 高端新冠疫苗 WHO根本不认证它有效 如今凭空深处的高端流感疫苗 蓝军质疑难道未来常态疫苗 都有高端的份 高端成了全民赞仰的国营事业吗 请问一下明年 你可不可以从印尼或印度的市场 去进口这个比较低价的疫苗 然后再打到我们的身体 如果要这样搞的话 那是不是每一年都要帮高端来开后门 用了我们的公堂来扶植高端 是不是以后所有的疫苗高端都要插一脚 现在他们正在修专人防止法 打算把以后的所有的防疫物质 都变成这样子的采购方式 它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世界卫生组织不认证的高端 却能在台湾一路闯关 高端背后到底谁撑腰 全民超想知道答案 这招子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